今天小新给大家带来一部2018年摄影的印尼恐怖电影昆迪拉娜 影评的开始 一位刚失去母亲的小男孩 听见灵堂处传来母亲的声音 在叫她名字习惯性的答应后 拉开遮挡镜子的白布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楼下的父亲听见小男孩在说话 便叫她下楼 由于妻子刚刚去世又喝了些酒 看着不睡觉又自言自语的孩子 一时生气吼了她一句 委屈的小男孩回到楼上 一边哭一边画着已经逝世的母亲 就在这时 诡异的声音再次响起 她跟着声音来到了母亲的房间 她看向墙上的镜子 并念出耳边的话语 镜子开始抖动 镜子上的人头转动 这时男孩发现已死的母亲就坐在镜前 她马上扑进母亲怀中 哭诉着父亲对自己的责骂和自己的想念 女人询问男孩是否愿意和自己走 得到男孩的同意后 屋子的灯熄灭 诡异的笑声响起 女人的样貌也变得恐怖起来 把男孩拖入镜子中 听到声音不对的父亲跑上楼查看 发现镜前只有血迹 男孩却不见踪影 几周之后父亲离开这里 房子也因此荒废 当即开始流传着关于这间房子闹鬼 里面有着专抓孩子的昆迪拉娜 画面一转 一出孤儿院内 院长正对着一面破裂的镜子画着妆 身后的侄女丽迪亚提醒院长 这块镜子该换了 不然哪天破碎伤到人就不好了 她已经叫正赶来送院长到基层的男友 顺道买一面新镜子了 院长表示歇意后 嘱咐侄女帮忙照顾好孤儿院内的五个孩子 自己到美国看望下许久不见的儿子后 很快就回来 为了方便后面的解说 先介绍一下孤儿院的五个孩子 分别是年龄最大的领头姐姐丁娜 卷毛克瑞斯娜 能睡能睡的小胖潘吉 智力担当的眼镜米克 和负责卖萌的小妹安波 这时的男友正在拍摄 牵头因小孩离奇失踪而废弃的凶斩 走进屋中 正当介绍到这间房子传说住着哭泣的昆迪拉娜 前屋主的孩子也因子而失踪时 失踪的男孩从旁边走过 发出了关门声 几人被声音吓了一跳 壮着胆子上楼查看 又被突然跳下的黑猫再次吓到 结束采访 男友接到丽蒂亚的电话 嘱咐她抓起来季阿姨 并且别忘了买镜子 早把买镜子的事忘到脑后的男友 正好看到凶宅前有面被遗弃的镜子直接拿走 到了孤儿院 先给女友展示了自己找到与家具相配的古镜 发现上面有些破损 打算先放入储藏室 等修补好后再给阿姨惊喜 忙完后几人送走院长各自回屋 到了晚上丁娜正在刷碗 发现窗外好像站着一个女人 便走出去查看 走近后发现只是晾着的衣服 刚想回屋就听到有人在叫色名字 顺着声音一路来到储藏室 看到今天刚刚放进来的古镜 出于好奇 走进去看镜子上的人头装饰 人头突然自己转动 被吓到的丁娜忙拿白布盖住镜子 这时身后的摇椅又自己动了起来 丁娜上前按住 就在丁娜查看摇椅为什么自己动时 静通的恶灵走出站在丁娜的身后 有所察觉的她马上回头 恶灵瞬间消失 只留下带镜子的白布 被吓到的丁娜转身跑回屋内 睡到半夜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 其身后她看到一个女孩在背对着她梳头 断回过头来发现 竟然是瞳孔发白的自己 丁娜尖叫着醒来 原来是噩梦 这时听到客厅中有声音便去查看 走到客厅看到电视开着满是雪花 她正纳闷电视是谁开的事 身后的柜门又自己打开 刚关好柜门 转身就看到电视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女人 边唱着诡异的歌谣边跳舞 慢慢的转过身 面容逐渐变得猙獰 像丁娜扑来 就在要被抓住时 丁娜再次醒来 居然是个梦中梦 第二天 丽蒂亚看到古董柜门上的抓痕 质问五个孩子到底是谁做的 询问五个后 让几个孩子自己负责 被冤枉的五个孩子聚在一起 研究怎么找出真凶 米克拿出一本讲述超自然生物的书 怀疑家中来了传说中哭泣的昆迪拉娜 这种恶灵就喜欢半夜脑门 还绑架小孩 丁娜也同意这种说法 并说出了自己遇到的怪事 到了晚上 丽蒂亚和五个孩子 看着自己男友在鬼屋的采访节目 正好也提到了哭泣的昆迪拉娜 米克便问了兄宅的地址 丽蒂亚安排孩子们睡下后 开始巡视房间 走到院长屋子时 听到床下有声音 便俯身查看 恶灵在身后出现 等丽蒂亚回头时 又马上消失 到了半夜睡梦中的米克 被拧门把手的声音惊醒 房门被打开 米克下床查看 正想关门 外面伸进一只脚抵住了房门 门口正是传说中的恶灵 米克无论怎么喊叫都无人搭理 就在被抓住时 从床上醒来 原来是一个噩梦 第二天 丽蒂亚和男友修好了古镜 挂在院长屋里 几个小孩正好看到丽蒂亚男友 随手放着桌上的宣传单 账面写着 只要在凶宅里拍到恶灵 昆迪拉娜的照片 就有大恶伤机 几个熊孩子趁丽蒂亚不在时 拿着相机跑到凶宅 进入到凶宅 几人找到一本介绍 如何用通灵召唤恶灵 昆迪拉娜的书 丽娜一看到书后就有所感应 便把书放入包中 几人继续搜索 丽娜忽然看到凶宅失踪的男孩 她好奇的跟着来到一个房间 突然房中满是小孩的雕像 男孩站在墙边 手中拿着一幅画着钉子的画 不断说着求求你救救我 害怕的丽娜捂住眼睛 等再睁开时一切消失 则是二楼正在搜寻的潘吉 被一个遥控汽车吸引到 曾经挂着镜子的房间 刚想掀起就看到失踪的男孩 抱着玩具车 把车给了潘吉后 拿着一幅画着树林的画 这时其他两个孩子也跟了过来 潘吉刚想让他们看墙面的男孩时 却发现早已消失 几个孩子看到怪事不断 马上离开凶宅 在回孤儿院的路上 凶宅的房主抓住 单独到树后小编的潘吉 试问他们为什么闯进凶宅 还拿了自己儿子的玩具车 潘吉解释是男孩给他的 选子心气的房主急忙叫潘吉 带他去看男孩的地方 潘吉以为他是疯子 挣脱开房主和其他孩子 跑回了孤儿院 房主在后面一路尾随 到了晚上 柯瑞斯娜在走廊上 看见了正在挠城的恶灵 昆迪拉娜 被发现的昆迪拉娜 冲到柯瑞斯娜身前却消失了 此时另外的房间 刚刚消失的昆迪拉娜 慢慢的从镜子中爬出来 变成妈妈的模样 叫醒了安波 询问安波是否愿意和自己一起走 安波痛快答应 昆迪拉娜马上面目猙獰的 带走了安波 被叫声惊醒的丁娜 看到被封在镜中的安波 正向他求救 这时刚刚看到 昆迪拉娜的柯瑞斯也跑过来 二人叫醒了米科 一起想着 他们重新查看采访兄宅的视频时 发现新换的镜子正是兄宅里的 马上翻看带回的通灵书 寻找应对办法 书上描述 想封印昆迪拉娜 只有通灵之人 用钉子插满他头顶才可以 这时楼下传来 潘吉的呼救 几人跑到楼下 看到潘吉又被兄宅房主抓住 正当房主情绪激动发飙时 镜子中传来儿子的叫声 房主走到镜前 看到镜中昆迪拉娜抱着自己的儿子 请急的房主拿起凳子想打碎镜子 却被镜子中的力量 砍到墙上装晕过去 昆迪拉娜再次慢慢从镜中爬出 走向几个孩子 灯光突然熄灭 米科被昆迪拉娜抓走 这时 莉迪亚正好回来 身后的昆迪拉娜直接附身在她身上 被附身的莉迪亚悬浮在空中 停好车刚进来的男友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傻 缓过神来后 她抱着悬在空中的女友 试图叫醒 丁娜和科瑞斯娜 连忙跑到镜子前寻找线索 看到镜子下面的咒语 丁娜念出了咒语 正巧一直有所感应的丁娜 正是可以通灵之人 镜子上面的人头弹出一颗钉子 昆迪拉娜被吸回镜子 她抓着镜边挣扎着 丁娜捡起钉子冲上去 插入昆迪拉娜的头顶 昆迪拉娜再次被封印 一切恢复平静 这时她才意识到 男孩画中钉子的含义 天亮之后 几人在一棵树上 找到被抓走的安波 在鸟笼中找到米克 并与凶宅房主在树林中 找到男孩画中的树 但因时间太久 男孩已经死亡 只在树下挖出她的尸体 许久以后 古静巧然立在古董殿的墙边 默默等待下一个领走她的人 昆迪拉娜是一部不错的 印尼恐怖片 恐怖氛围和效果都做得很棒 影片制作在音效上很用心 小演员们的演技也很出彩 同时印尼鬼片 恐怖效果远超于 亚洲怪谈的印尼片 但故事却与之相差甚远 最后升华的家庭智商的主题 也略显突兀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观看原片 你们对这部印尼恐怖片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 告诉小青你的想法 对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拜托拜托 好了 小青放映是要打烊了 喜欢小青的客观 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大家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听说顺手点赞 加分享的客观们都发财了 嘿嘿 你们的鼓励 是小青坚持不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嗯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